好 说到最近的音乐微榜呢 是在北京街巷 那在班江岭上呢 有一个新人组合 打败了很多热门的韩国偶像团体 拿下了最巨人气歌手 特别长志气 要介绍一下他的来头 这来势汹汹的架势呢 让外界对这个组合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让所有人 谈眼落青的组合 他们Made in China 平均年龄只有13岁 13岁是什么概念 13岁我的天 就没想开呢 对 我在想13岁的话 她什么时候开始训练这个演艺 真的 照这个节奏下去 我女儿以后还上什么早教 直接送演艺训练班了 家子应该抬脚了 应该抬脚 从娃娃乍起来看一下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 是每次有人介绍他们 都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吗 4月15号 音乐V榜的盛典上 能够引起粉丝们 这样欢呼的不是Big Bang 不是SGM 而是当晚获得最具人气歌手的 TF Boys Let's go Listen to my Show me love Baby 我心动的许好你 然后再收到 Love love I love Baby TF Boys 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 恐怕还要打上好几个问号 难道又是来自韩国的 哪个偶像团体 No 这个三人男子组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 而不给他们加上偶像这两个字 是因为他们三个离成为偶像的年纪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我十三 我十四岁 我十三 你没听错 TF Boys正是一个零零后的少男组合 他们的歌曲在网络上都已经有上百万上千万的点击率 而这次来到北京领奖 正是他们第一次以组合形式在大众面前亮相 而我们娱乐星天地的记者也全程更拍了这次TF Boys 在北京的四天行程 为以全方位揭秘 这个让人充满好奇的零零号组合 嗨 大家好 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首都机场T3行站楼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钟 我们都知道北京机场都会遇见很多很多的明星 那么今天我们将接近的对象是谁呢 Lovie you 全力相爱出发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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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you 把我的心融化 天涯姐姐陪你们走过每一个十年 差点要标出海豚音的天涯姐姐团 在等的正是TF Boys两位来自成都的团员 王源和王俊凯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了 这样的街机场面配合的都是寒流明星们 如今这样一个还不太成气候的中国团体 能引起这样的轰动 就连记者们也跟着振奋起来 以后你们要做到这儿吗 我以后就不看古代台了 我每天都看番茄台 番茄台学会播放 对 就是这样 这位粉丝你说话可要算数啊 话说回来 出于安全考虑 TF Boys一下飞机就被带到了VIP通道 虽然大部分等在机场的粉丝们都扑了空 但是除了机场的王源和王俊凯 还是下车和等了很久的姐姐们见了个面 短暂会面之后 王源和王俊凯这就启程和另一位北京的团员 易烊千玺会合彩排 这次到北京来了是你的地方 然后要带我们吃好喝好 三位小伙伴会合的时候天色已经变暗 而TF Boys这一天的训练才刚刚开始 TF Boys的三位成员都是从TF家族艺术培训中心里 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哈喽 娱乐新天地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TF Boys 易烊千玺 我是王源 是王俊凯 学名歌出身的王源 主唱担当 专门负责团队里展现歌唱实力的部分 别看他只有13岁 网络上那些他翻唱过的歌曲 可是横了一手要一手啊 董小姐 你嘴角上下的时候很美 就像暗河桥下清澈的树 个子最高的王俊凯 则因为帅气的外形成为组合的门面 爱自拍的他 陆和姐姐们的绝招就是萌 就是意外在学校里面上课 然后公司突然就跑到学校来选人 然后看长相不色就会嫌弃了 多才多艺的易烊千玺 则是跳舞最出色的一位团员 瘦瘦瘦瘦瘦的身材 总能爆发出最强的小宇宙 书法 画画 他也会乐器吧 他会吉他 对会吉他 以前还学过变脸 然后还有魔术 看多了韩国偶像 TF Boys的小清新 恐怕也是他们吸引姐姐 阿姨们的最大原因 不过早早出名为他们带来了哪些困扰呢 第一次集体感通告的TF Boys 又会闹出什么样的小笑话呢 有了新天地 咱们下期再见 有了新天地 各个姐姐们请多关照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